我们知道传统的文文人 他们非常注重以文在道 近现代的一些周作人 汪曾祁 包括梁世秋 这些大家 他们也写很多美食文章 通过这些文章 就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思想 智慧 情感 那您的这个美食文章 您觉得 我要写什么呢 是老百姓能够享受到的美食 特别是我想通过美食 讲人的故事 这一点我觉得 写好美食文章的一个关键 所以是不是您基于这一点 您写的这个美食的文章 很多就是关注上海本地的小吃 在20年前 我当时在一个报纸上开了展览 找到了一个起路点 就是上海即将消失 或者正在消失的风味小吃 因为20年前大家知道 我们上海开始了旧城改造 造了很多高楼 那么许多弄堂被拆掉了 我们上海的市民的侦探环境 发生了很大变化 本来一条街上它有许多小吃店 弄堂门口有小吃店 那么大家在生活改善的同时 频频地回望我们过往的生活 发现小吃里面 是像陈塞的我们许多记忆 它是通过妈妈 通过外婆 传递到我们的手里 在这个物质 比较匮乏的情况下 我们得到了会感到各位的珍惜 有些东西还是大家分享的 这个孩子分享 比较分享一个大饼 这个分享的快乐 我们现在好像很难享受到 所以我们不仅仅要爱惜每一种食物 还要珍惜每一段情感 是食物给我们的情感 这个味道是丰富的一种感受 精神层面的感受 说到这个美食体现在文化上的意义 那个沈老师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感受 可以和我们分享 上海这种城市 它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城市 上海之所以伟大 是因为不断不断地涌入上海的 这些外甥人 它转变为新上海人 他们对上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包容性很强 包容性非常强 包容以后呢 它还给你创新 比如说阿尔达比方 我们酸菜里面 甘烧鲫鱼是在上海手上的 贵飞机在上海手上 鱼酱肉饰也是上海做得最好 然后呢 这些菜又回到重庆 回到四川 这也丰富的嘛 川菜的这个味觉 所以上海就在这样 不断地流变过程当中 对外甥产生产生的文化影响力 而且在那个国外也是生根开花 一些红烧肉或者是沐浴大烤 在东京也能吃到 这就是种文化的影响力 就是我觉得海派文化 我们如何把它这篇文章做好 我们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人 来一起努力 不仅仅是厨师 也不仅仅是我县命圣人 这个好看 having a really have to 我本当现在 这就是 这么一年 ont被do了 稍化得